主料,意大利面,250克,主料,意面调为酱2小勺,盐,虾仁,青红椒,黑胡椒,橄榄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1-2人,虾仁桌水切小段,青红椒切小段的用,锅内水烧开后加点盐,开后下意大利面开锅后,加入少许凉水, 再在开后盖小火煮8分钟即可捞出,这最关键的一步,将捞出的意大利面装盆内,加少许橄榄油饭与备用,锅内油烧热放入虾仁炒箱,倒入饭好的意大利面一同翻炒,其间加入两小勺意面酱,倒入青红椒一同翻炒,出锅前加入少许盐,黑胡椒即可,烹饪技巧, 精髓之处,炒虾仁时,里面放两片姜片,这样可以去腥味,煮意面前加入盐,可以增加其的弹性,煮好的意面用油拌鱼炒的时候不会沾黏,而且可以增加它的口感,如果没有橄榄油用花生油也可以,味道同样不错,第一次做的时候并没有意面酱,用大西红柿做的味道同样不错,也可以用番茄酱,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